距禁四百多年前 明朝万里末年 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村少年 郑医官出海了 那时村里的父老相亲谁敢想下 郑医官后来会摇身成为 台湾海峡的一代霸主郑之龙 并有个更为著名的儿子 郑成功 郑医官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 少落魄 从小习海誓 性侵异当 不习读书 有履历 好权霸 在泉州当小官里的父亲 郑氏表调教无奈 只好让他带着两个弟弟前往澳门 投靠在那里经商的舅舅黄成 学做生意 不仅仅是郑医官 出海 是这个与海为林的村庄 几乎每家每户的选择 这部实景正是族谱 折射出明末社会动荡不宁的途径 与郑医官同样前往广东澳门的人数众多 1557年 那里成为葡萄牙的祖界地 在旧市区旅宋 1565年 他被西班牙 据为殖民地 许多人去了彭湖 这是从闽南前往台湾的必经之地 这些令人伤感的字眼 几乎充满整本家谱 但出海者 依然代代相继 不觉如虑 正式的族谱就是反映 末农福建比达远海这一代的一种生存状态 因为我们福建省 是一个多杀用远海的这么一个省份 在远海这一线 土地资源很少 然后人口很不断地繁衍 所以对土地的压力去增大 那这样子就会把人往外面压 他需要去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 然后另外一个因素 就明末那个时代 就是十六十七世纪 实际上人类历史 进入所谓的大航海时代 西方人就开始不断地往亚洲 往中国 往东方这个方面来 来东方寻找他们的环境的财富 葡萄牙人最先来到 然后是西班牙 英国荷兰也接踵而来 在日本平户开了商館 那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 刚好就印和我们福建人 中国人已经有的这种航海的经历 航海的传统 所以在那个时候 福建两海居民往海走 就变成是连骨 鲜腹鸡蛋的草骨 所汇成的一种牵引 汪洋中的这座刀鱼 于是就在这东西交汇的大航海时代 逐渐揭开了 编编神秘的面纱 这里是澎湖 它位于台湾海峡之中 西区厦门七十五海里 东面离台湾岛最近处 近二十四海里 是东亚海运的咽喉不畏 晚风轻浮澎湖湾 白浪中心 阳光 海滩 仙人渣 今天的人们 因一手外泊的澎湖湾 而熟悉清津湾 坐在门前的矮墙上 一遍遍怀想 有多少人会想到 这里与台湾是怎样的息息相关 1604年8月7日 一个台风天 荷兰东方舰队顾司令维马郎 率三艘军舰静抵澎湖 登陆抹宫 维马郎到来的时候 恰逢明朝军队 对澎湖的守备空荡期 因为明朝有所谓的春训跟东训 他刚好在交接的时候 所以说没有军队驻扎在这里 他很容易就上岸了 上岸之后 当然把澎湖就占领了 维马郎一面伐木注射 做长久居住的打算 一面派人到福建 要求护士通商 用炮箭占据他国的一块领土 以达到通商的目的 是西方海上强国的一贯手法 公元1588年 格兰人经过多年的武装反抗 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 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 这也被认为是世界上 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从此这个雄心勃勃的欧洲小国 迅速崛起 成为大航海时代 后来军上的海上马车夫 1602年 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 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 开始积极向亚洲扩张 荷兰人来到亚洲以后 就一直想在东方中国的沿海 寻找一个据点 去直接跟中国进行贸易 这就是维马郎率领荷兰舰队 占据澎湖的目的 荷兰人的到来 惊动了朝野 大明王朝 已经到了日博西山的末季 表面却依然风光 万里皇帝出经夜灵的这个阵仗 气势何其盛大 但几只远道而来的西方献船 就引起了一片恐慌 那时候的平朝政府 正在风雨飘压 他们已经是腐败自己 但是澎湖这个地方 是平朝军队的血地 就是军事基地 那再怎么样都不能够 就被他占 1604年11月间 战功赫赫的吴雨水阵 轻衣把总沈友荣去了澎湖 福建当局 已做好不惜一战的准备 50多艘战船 紧随沈友荣前往 20多天内两次谈判 唇枪射箭 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 沈友荣作出回答 他当时就跟这个维马朗讲说 你应该有听说过 我这个沈友荣在东方 把窝寇杀得整个海水 都变红色的事情 这事发生在两年前 1602年冬季 沈友荣率21艘战舰 初始东方 将一股青海当地的窝口 一举叫灭 凯旋而归 其场景 或犹如这幅 明军灭窝凯旋徒 沈友荣的军威 镇住了荷兰人 威马朗审时多事 明智地选择了离开 当年 你来我往的角力 唇枪舌剑的交锋 都凝结到澎湖天后宫 这块陈旧斑驳的石碑上 占据澎湖131天的 红毛藩荷兰人 被明朝将军 沈友荣欲退 这块四百多年前的古碑 被公认为 台湾历史第一碑